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气晴朗 阳光明媚 母女俩是肯定不会冷的 洗米嫂还配纹终于有太阳了 可以继续在天台活动了 女儿身穿粉色上衣 微微笑着 反而洗米嫂嘴巴嘟嘟看起来更像小孩子一点 调皮可爱 洗米嫂整个人容光焕发 精神状态上加 和去年大战三小时状态相比明显回春 此外 洗米嫂还筛出了自己的单人照 照片中的她皮肤细腻 五官精致 虽然化着浓妆 却没有刻意地把脸上的雀斑遮掉 身材也很火烂 因为洗米嫂一直走欧美风 所以她对妆容 发色和肤色的审美都和国内不太一样 满脸的雀斑反而给她增加了另外一种风情 审似外国妞 早前沙尔轩和小16岁的男友恋情曝光时 洗米嫂看见这条新闻后 还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动态称 像得连我自己都有点害怕 尤其是图尔 不得不说 沙尔轩和洗米嫂长得确实很像 脸型 肤色 妆容 还有发色都大同小异 好像失散多年的姐妹 斗瘾小三后 洗米嫂频繁的在社交平台更新自己的美照 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了起来 也是更有安全感了 在洗米嫂和小三征服的这段过程中 洗米嫂刚开始并不占上风 小三零声三胎 让洗米嫂倍感压力 而且很明显洗米华陪伴小三的时间更多一点 新回忆冷的洗米嫂向洗米华提出了离婚 却阴差阳错的使洗米华回心转意了 决定拿出三亿和小三做个了结 洗米嫂以退为进的这招确实又高又妙 成功的坐稳了正宫之位 洗米嫂大获全胜之后 形势也是润发的高调 在公共的生日会上抱着孩子稳战虽位 而之前一直高调的小三气势明显捏了下去 被抛弃之后低调很多 这可比对比真是鲜明 虽然洗米嫂现在频繁的更新社交平台 但是却很少出现在洗米华相关的内容 好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自己身上 坚持健身努力变美 不靠男人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总之在媒体报道说 二女张一夫的戏码表面上是洗米嫂获胜了 事实上真正的赢家却是小三 除了高昂的分手费外 洗米华早前还给小三开了四家公司 把两栋豪宅都转移到了小三名项 和小三相比啊 洗米嫂的身价也就是少得可怜了 名项一套物业也没有 公司只有两家 做的还都是小本生意 也许是为了反击自己 身价没有小三高的这种说法 这次洗米嫂不仅筛出了自己的美照 还狂晒豪宅 累照自己过得很好 一点也不比小三差 顶楼装修豪华 健身区休闲区再配上清澈见底的游泳池 运动器材应有尽有 游玩游还能争桑拿享受一下 确认过眼神 这一定是有间人 洗米嫂的风流 大家有目共睹 但洗米嫂也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忍常人所不忍 以退为进 成功捍卫家庭 洗米嫂是首得云开见月明 总共熬到了家庭的圆满 但是对于洗米嫂而言 她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即便洗米嫂回归后 洗米嫂几乎从未晒过她任何动态 但都是自己的一些美照 此次洗米嫂再次更新了心情感悟 说出了隐藏内心许久的话语 洗米嫂表示 一个满意的生活 胜过成功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成功是由别人来衡量 而满足是由灵魂思想和心灵衡量的 从洗米嫂的话语中可以了解到 她对目前生活并不满意 虽为阔态却更向往爱情 洗米嫂直白表示 满意的生活胜过成功的生活 而这句话的含义听起来拗口 实际上呢 确实再直白不过 在洗米嫂看来 物质生活的充裕 并不等同于精神生活 而她生活的成功 也是由别人衡量 对于自己而言 真正的满足 是由心灵和灵魂来衡量的 换言之 外人看洗米嫂光鲜亮丽 各种头衔很多 但是光鲜背后的鲜酸 没人知道 洗米嫂不为人知的痛苦和苦闷 少有人了解 对于洗米嫂这样 以为性情中人而言 内心的满足 远胜于物质 而生活的好坏 往往都是由外人来评价 看来洗米嫂此次 不必嫌高调配文 内心仍旧是难以释怀 当初洗米华的出轨吧 毕竟长达五年时间的劈腿 以小三陆续生下三胎 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够忍受的 何况洗米华当初对小三Mandy 爱得吃产 甚至不惜为她公然的损伤 洗米嫂正气的尊严 直到洗米嫂忍无可忍 提出离婚 才让洗米华犯人醒悟 而她也不过是把Mandy安排在英国 随着时间推移 Mandy眼见洗米华 离婚无望 两人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 令洗米华就是心烦了 最终她以三亿分手费换取了自由身 并给了Mandy五家公司 如此大手比与小三决裂 即便是洗米华选择回到洗米嫂身边 洗米嫂内心也是一难平洋 何况当初洗米嫂与Mandy之间的恶战如此伤人 洗米华的战队几乎没有考虑过洗米嫂 若非洗米嫂痛下决心投身事业 或许如今的局面又是另一番情景了 也是难怪洗米嫂会反复的纠结此事 甚至事件已经过去 她仍是时不时的发表伤感话语 只缘于昔日的伤害太大 对于洗米嫂而言 她要的是真正的圆满 而非外人眼中的成功 物质生活虽然无余 但是感情生活中她却是失败者 只不过洗米嫂痛下决心 让自己迅速找出感情烟霾 但是这一段痛苦回忆 她始终未曾放下 所以才会这么的伤感的 只希望洗米嫂能够明白 爱情中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 与其纠葛往事不如向前看 至少她在事业方面 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比起爱情 事业显然更可靠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各种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 不仅娱乐圈 甚至很多商业名媛圈的原物 都是颇受大众关注的 在这其中澳门富商 周周华也是经常因为个人情感 登上了热搜榜 周周华因为年轻时 长得是像热播港剧 城市故事当中的主角 洗米华 因此有了这个花名 故人们将周周华的妻子 陈慧玲成为洗米嫂 在很多人眼中 洗米华和洗米嫂 是十分恩爱的夫妻 因为两人多年的相扶相依 才有了现在的澳门娱乐 但是走到灯火狼山处 洗米华却迷失了本心 作为澳门有名的富商 洗米华身边从来不乏倒贴的美女 但那个时候洗米嫂并不在意 认为那些花花少女 不过是一场空欢喜 直到遇到了Mandy 洗米华就彻底的醉倒温柔香 甚至为把自己生下的孩子Mandy 安置在国外 对于这段婚外情 洗米华十分欣赏享受 每每牵手Mandy先生 都好似热恋中的青年男女 为照顾双方的情绪 洗米华坚持两头跑 最终洗米嫂忍无可忍 宣布与洗米华离婚 面对放弃的离开 洗米华突然意识到 妻子不能失去 随后便借朋友的生日 向洗米嫂再度求婚 在洗米华的坚持 和周嘉人的支持下 洗米嫂重返交加 虽然澳门娱乐 是两人共同创立 但是经营期间 洗米嫂无心管理 只是在家负责相互教子 洗米华的回行转移 也会让洗米嫂 意识到独立的重要性 随着洗米华与Mandy的情段 洗米嫂也是变身女强人 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 疫情期间 洗米嫂就分享了一组 以某商回复主席身份 参加某会议的照片 能够坐在主席的旁边 可见洗米嫂 在该团队的影响力 成为事业女强人之后 洗米嫂除了忙于应酬 也在默默的做善事 3月28号 澳门海峡女企业家协会 在社交账号晒出了一组标友 增赠5万个儿童口罩的照片 据了解 洗米嫂就是该协会的负责人 照片中 我们也发现了洗米嫂的身影 洗米嫂一身低调装束现身 白色春衣 搭配灰色西装 披着长发戴着口罩的她 亦改往日的布袭风格 虽然没有过分装扮和珠宝的加值 但周太去场颇强 显然这一次的慈善活动 是由洗米嫂组织发起 其实像这样的慈善活动 洗米嫂多年来一直在践行 早在2018年 洗米嫂就与一众慈善团队成员 到北京参加活动 彼时的洗米嫂 还是某慈善机构的副主席 以及博士 如今的洗米嫂 已经不是当年洗手做羹汤的家庭主妇 兼顾事业的同时 还不忘弘扬乐善好施的社会精神 难怪能够获得 洗米嫂的回心转意 以及公共婆婆的喜爱 希望俩人长长久久